大家好 有回音 因為Kitty就遲一點了 我就更新一下 這節發興的 如果你問我 我就覺得你自己去看一些 美股的科普論 如果你問我有什麼看法 應該這麼說 我認真一點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你是 我想大家都看到日經跌多少 還有那個納紙跌多少 我覺得如果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散戶 我覺得你要照一下自己做的 你覺得自己不是很厲害的 這個時候其實不應該去看任何東西的 這些時候不是一些 我想有九成人這個時候是不適合下場的 除非你覺得你很厲害 我認真一點說 我覺得九成這裡的觀眾 但是柯獨瞭著自己的發鏡 我覺得是很新提醒你的 不要下場 怎麼說呢 譬如以日經為例子 日經來說跌這個 這個percentage 是不是很誇張 其實不是的 那時候地震那一次 我試過超過這個 但是問題就是 那一次我自己沒有經驗 也有過一件事情 就是日經跌停 我發現原來大阪跌停 新加坡不是跌停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制度有沒有改 但是其實有時候 這些你去罵底 我個人覺得是很風險的 所以我覺得一般的省戶 這些時候 你看就算了 未必要下場 真的 是 索索 我回來了 怎樣 唉 我真的 我想說全街的人 都是靠下電話 靠下頭看電話 神識非常凝重 包括我自己 完全崩潰 也不知道看哪邊好 就是美股開盤前又炸了 日股那邊又炸了 港股這邊也是 就是 尤其是吃完飯回來 那就一下子就對了 我覺得這些事 我自己覺得 我是很想提大家 但是有些人都 就是我跟大部份人說 或者一些支持我的朋友說 我覺得這些事 其實你是不應該下場的 甚至有經驗的trader 這個時候都會輸的 是 就是這些場 譬如日經這樣 你說的 可能剛剛那個低位 我開的時候307 現在已經淡了1100點 是 是 不夠20分鐘 是 那這些事情 你是不是可以 manage到呢 就是你 甚至納紙 你可能今早 覺得兩個幾% 覺得很容易炒 現在5.4了 但是你一落 你現在這些位姑 她夾那一下 她夾那一下 還有你看過Wix 那 就 你一下子是升了五成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要小心一些 是好心提大家 因為有些人 我知道沒有什麼經驗 嗯 可能覺得 怎麼說呢 可能她會落場 我覺得是 真的難的 是 是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 2008年 我那時候炒這些 我真的 真的爭了一下 那時候我倉位控制不好 那一下 很多人可能都聽我說 是金那一下 如果不是那一下 真的 我那時候 25歲 那是一億的 真的 那一下 真的 真的 因為那個倉位控制不好 我覺得這些位 是很難很難很難炒的 就是我都要差不多08到24 你想想我要經歷多16年 才賺到當時的一半 就是目標的一半 16年 那 就是那一刻 有時候你可能覺得這些事情 你覺得是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很容易賺錢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 我那次就損失了 嗯 那就是 太錯了 有時候你 還有你就算期貨呢 如果你錯得太厲害 有時候會加麻煩的 你2020年3月 那時候都試過一次 那時候連續跌停的嘛 其實那次輸了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有時候 你不知道它怎麼發展下去 還有你看過日圓的走勢 都錯得挺厲害 所以我覺得一般投資者 不用做什麼離場 直接離場 就不要說想彈回一點點 才輸少一些離場 都不要有這個心態了 是不是呢 不是說離場 我意思是說不要亂去 不要鬧 對 我覺得很難 那如果本身手上也有一些貨 那怎麼做好呢 都是 手上有貨 是啊 譬如有些人想著 都不是虧很多 但是可能炸炸炸炸 其實累積的跌幅都大 但是去到這個位置 通常有些人就會覺得 那怎麼都會彈一下掛 想薄一下 那一下 輸少一些的 還是你覺得 都不好了 反正還是先走了 先不要再 不要再在那裡磨住 清了去 再想一下 之後怎麼部署 好過呢 我覺得這些要事前 其實這個都預料了 你不會現在才來 現在我覺得是困難的 但是我覺得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照比例去減少一些倉 你先逐一逐一 等於我上次兩個星期都說 如果你有孖戰 你只要小心 那我想有孖戰的 其實今天都已經 已經是坐得都很重要了 嗯 那就 我看到有個觀眾說 什麼 創傷後遺症 你不要說夠了 是 講真的那句 有時候 可能跟策略王有些觀眾 可能都聽了我這麼多年 都有一些感情 那這些位置 我是好心提理的 是啊 脈爛爺是床傷後遺症 真的是 塞錢入你的袋 好心提理的 他應該說我 不是說你 是說我 不要默默默默默 放心吧 他看到我的樣子 像是床傷後遺 真的好心提理的 不想 我覺得是風險大的 這個時候 是真的好心提一下你 至於你有些默默默默 你自己 你去死 不想被你去死嗎 講真的那句 是 掛冷靜的 這兩個句 真是好心 因為你始終理到很多觀眾 有些觀眾真的新受 他明明知道這些風險 你看我之前都 其實這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我自己 雖然我的倉位 其實藏份身高 嗯嗯 今晚當然會跌 是 但是我之前不斷地跟大家說 有些事情你真的 發現了很多東西 我不會買貨 我甚至乎做YouTube 我講了一分鐘我不會買貨 你自己小心 這些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我覺得 就算現在這一刻 你也是要小心的 其實 嗯 就是你有孖箭的那些 你不要僥倖 我覺得是 真的不要僥倖 這些沒有僥倖 一下子夾是很誇張的 是好心提理的 是 是 知道大家都 苦口婆心 出於好心 替替大家 是的 我沒有激動 沒有 有人說你激動嗎 不是啊 什麼 為什麼大家覺得我好沖瘡 沒有人 因為我趕回來 所以有點喘氣 那你剛才說 你有千多人 那不是每個人都是 都是傻瓜 是不是 是 就是真心的一句 就是有時候 好心當你是這樣 沒有辦法 好心提理 沒有辦法 有些人 還有有些人口說口陪 這裡的人 說真的 每天說那些 你拿個瘡出來 看看你今年回報多少 是 唉 真的 大家都很關心我 我都 問我是不是很重瘡 不是啊 我是因為剛才 太趕回來 所以 現在還沒回氣 聲音有些 有些低沉 其實我不是很重瘡 放心 還有我今早 有 在它彈回上去 即是八十幾點的時候 我開了一隻熊仔的行熊 即是手多多 我也是超小駐而已 然後 下午回來吃了十幾格 補回一點 那隻匯豐牛 我記得上個星期五 和牛牛一起做節目的時候 就說 看看會不會拼搏 可以先反彈 不要拼搏 那些很容易做押手 對 我覺得有的不要拼搏 對 拼搏不了 即是一開出來 就馬上離開了 已經 因為 因為你去看 我就是講幾個東西 上個星期那些 一直都 都跟大家 一直講 譬如你今天這樣 你的週末 你抽53.5% 你今個月 你的日圓是講3 你是抽3% 你是150之後 你抽多7、8點子 這個不是 這個是高過兩個標準差的 就是你的True Range 譬如你日圓True Range 你講150 就算你幾波動都可以 8、4、5 你現在700 你的Range 那這些不是一個正常 因為這些 特別現在 所謂有一些叫Cloud Trade 就是有一些東西是側賣一邊的 譬如 你說很多 就是當時我都講過 我銀行那些RM都銷售我 它都說個個都是這樣做 銷售我去 借Yen去買 就是 因為我現在譬如我借歐羅 譬如我和某間歐資行借歐羅 我那個人可能借4里9 那我借美金可能要借6里 那我借Yen 我借Yen 是在講0點多 那它就會 它再幫我做一個swag 幫我去hedge那些東西 但是很多人在做這個 其實這個風險 是真的會有刷的 有時候你不知道這些人的margin 它有多深的 那它一刷的話 那有些人是 現在可能你說納子那些 可能被動式這樣減的 是 那就 怎麼說呢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這一刻 他未必是想減貨的 可能是很被動式的 那你不知道那些被動艙 它會 它到時可能今晚 今晚美國人起床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被人打的 那所以這些位置 你走去搏 它會很滑 就是你沒有露燭 全部都 而且它的波幅太大 是 多謝Mason提醒 這一節我們有發興的 在完這節之前 不如都選一種產品 給大家看看 代注也好 怎樣部署 或者代沖 我都沒有選的 有沒有 即是你說 就算是投入的 或者一些 熊仔的 你覺得都不要搞它了 即是整個市場的情況下 還是都有一些安全東西 可以部署一下呢 難聽這句話 是 這個市場 巴菲特尼 都未必立即可以處理 你處理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我選不了 你自己選 選不了啊 怎麼選這個市場 喂 你半天的Wex抽五成 是 你日本說的 期貨是四千 這個市場你可以做得到 是 但我見觀眾 依然有問一下 那些941 五號仔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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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怎麼辦 即是這個 喂 你倒閃也不用死 是吧 那些觀眾 就坐在那邊看看 是嗎 就是叫他們 那轉第二個台 聽聽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夠膽給 給意見 是吧 那我們觀眾就 等等先 就是聽聽 傻傻的說 是吧 或者你自己求冷其裸 你喜歡 是的 這個市場你都要 你都要 喂 日經管四千 這個市場都要 都要賭啊 是 喂 講真一句 這個市場你賭得的人 你不用問我 你自己會賭號碼 嗯 嗯 嗯 這個不是一個正常的市 是 這個市 這個市 說真的 你日經講 四千多週間 抽五成的市 你都夠薑下去炒 你不是自己抓不到號碼 是吧 你不是自己不懂得看 是吧 沒有玩的 有時候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我覺得太狠狠的留言 是影響了一群人 反而有些人 可能聽一聽 他自己也狠狠了一份 就是可能 不是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就是聽一聽 可能你狠狠了一份 真的衝了下去 我覺得這個市場 就是自己小心 OK 好了 總之呢 索索的格言 就是今天給大家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自己不要亂衝 如果想 這麼難玩 都玩 就像正男一樣 直接課金給我就算了 就不要自己衝進去 這節就 休息一會 稍後再回來和索索聊 除部分或全部應收款項 結構性產品價格可升可跌 投資者有機會損失全部投資 過往表現並不如是未來表現 牛熊貞設有強制收回特點 若相關資產價格或水平 再到期前觸及收回計劃水平 牛熊貞會即時被強制性收回 在此情況下 N類牛熊貞投資者會損失於牛熊貞之全部投資 而R類牛熊貞之剩餘價值可能為零 投資前請充分理解產品風險 並諮詢專業顧問 發興及劃其聯屬公司為本節目所提供 及結構性產品之流通量提供者及劃發行商 發興可能為唯一在交易所為結構性產品 提供買賣報價的一方 各下應詳細閱讀再有結構性產品條款 及風險披露的有關上市物件 受邀嘉賓固活